Hello,大家好 很久没有给大家录视频了 然后所以今天打算给大家录一个视频 但是我也不能混坑 所以说我还是想了一下 到底要讲一些什么东西会比较合适 那么今天我主要想要去聊一聊的是 关于一些速写的一些理解或者说是方法 因为我发现好像YouTube上面这个方面的内容好像比较少 然后平时似乎也没有什么人聊到这个速写的方法 或者说是目的 只是很多人跟我们说你要多画速写 因为我自己以前也跟我的学生跟我的朋友 也包括从我的老师从我的朋友里面听到 要多画速写这个概念 所以说画速写的方法它有很多种 不同的方法我觉得是会有不同的产生不同的效果 所以我自己会有一些不同的速写方式 那每一种速写方式它会有不同的效果产生 有时候我也会综合起来一起去用这个方法去画速写 就是说你用一二三四种方法去画一个速写 非常有趣 就像我们画数字绘画的时候你用各种不同的工具去达到一个目的 所以说了解不同方法去画速写以及不同方法产生的效果和为什么这样画 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对所以就打算用这个视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就是抱歉我因为很久没有更新我的YouTube 所以导致好多人来催我更新 然后因为我自己也是不希望说为了更新而更新 因为如果我觉得如果一些内容它没有营养 或者说是不是我想要去说的 也或者说不是我特别擅长的 我觉得我还是不会去分享 如果说你让我去分享一个画一个耳朵 画一个鼻子画一个眼睛 我当然可以 但是我觉得那属于混根 就是说我教你画一个鼻子画一个视频 叫你画一个嘴巴一个视频 那就没意思了 那就是说这种就是为了流量去访问量 为了更新而更新 所以我觉得意义不大 所以我还是希望就是说 每次的更新都会带给你一些不同的看法 一些不同的理解方式 特别是在校的一些学生 或者说在美国的一些在其他国家一些留学的朋友 好 那我们就切入正题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找了两个简单的参考图 就是一些老电影当中的一些照片 所以随便找的 也没有一个特别大的目的性 就找了几张图片比较适合 可能比较适合 我个人比较觉得比较适合做讲解 那画速写呢 其实我们说 我拿这个 这个女生的这个来说好不好 那女生的这个头像来说 那我们画速写 其实会有好几种不同的速写方式 就是你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速写方法去画它 我个人会有这么几种 我先给大家简单的示范一下 我还找一个 我也得找到一个 有忘记我那个笔刷了 我好久没有用我那个 好速写的笔刷来 好 那么久 想一下是哪个笔刷 还行 这个 这个 那一般来讲 我们有很多人在打型的时候 有的人画速写 它倾向于比较 嗯 考虑这个 直线 用直线来打型 或者说是他就是希望能够 切出一些几何形状 这个也可以 就类似于像比如说 我们打这个头像的型的时候 你其实是在观察它的一些正复形的空间 给它的压口稍微设置一下 没事就这样 这个纹理有点太强了 我喜欢这个画笔的原因是它的纹理有一点点铅笔的感觉 另外我觉得这个白背景太刺眼了 给它稍微换一个稍微灰一点的背景 它太刺眼的话对背景的眼睛不好 好 这个可以 然后每次在画画的时候 我都是希望就是我自己的习惯就是说 我会让我的工具调到一个我比较顺手的状态 你不要发现这个工具你还不熟 或者不会用 然后就去那样去画 而且这不是特别好的 所以一般这个不行 有的朋友会开始打型 就是说他会去考虑 先去切出整个这个角色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 形状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集合体 这是一些朋友会去找大关系的时候 找他比例的时候去做的一些方式 那这个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说你可以非常好的去控制它的大的比例 我觉得这个控制大的比例非常好 不好的地方也有 等会再说 等会再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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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般像这个的这种方式它就是基本上你不要有太多很短的线 你知道就不要特别小画一个很细的线 也不要画曲线 尽量不要画曲线 就是这个时候属于一个我们讲可以类似于那个三维建模当中的一个粗模的概念 你不要一上来就画很细的小曲面 我们上来做建模的时候都是先丢一个正方形 然后慢慢的变成一个八边形这种这个概念 这个大概就是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理念 其实这个时候我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一个人物的一个比例的一个关系 对不对 这是一种就是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上 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慢慢的去找到一些 就是把它的这个形体画得更加的准确 画得更加的 更加的 对 准确 比例画的更对 就是说 然后你通过一些线条的一些把握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帽子的这个线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沿着它的额头往上走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去考虑一些位置 那这个帽子的时候 它的眼睛的在眼睛的这个地方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二次的这个打形 提到这个位置 那通过这个点 我们又发现它的脖子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的脖子就可以往下去找到这个位置 这是一种方式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 然后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呢 这种方式呢 它是可以说 我可以比较快速的比较精准的去找到这个 找到一个 怎么说就是一个对象 它的一个整体的大关系 就是说我们在找它的一个大概比例 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构造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去打 这个是一个好处 但是这个好处 同时它会也会有一个 不是特别好的地方 怎么说呢 就是说这个打形方法 它有点偏向于那种平面化的这个构成 就是你在一个 你把它当成一个二维的空间的平面来理解 把它当成一个平面构成的方式 来处理它线与线之间的一个位置关系 通过线来确定一些点 就是你来定一些点 这个点是它的帽子的这个地方 这个点是它的脖子 这个点是它头发的最低的位置 这个点可能是它另外一个帽子的一个位置 就是点线来定 定完这个位置之后 很多人最后去画东西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问题 那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你的角色会缺少一些三维的感觉 就是就是说 为什么我在画这个速写的时候 我的东西还是平的 或者说我最后画出来的效果 不管是你纸上还是电脑上 就是觉得会平 就是因为你缺少了一个把它当成一个三维 三维物体的一个概念 那所以这个方式有好有坏 但是如果你以这个方式入手 然后但是同时你脑子里面已经有它是一个三维空间的一个概念的话 那么其实也没关系 但是如果你脑子里面没有 那么这个就会变成一个问题 这个形打完之后 你很容易就是后面画东西的时候画的非常的平 这是一种 那么第二种打形方式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我刚刚说的 把它当成一个三维空间当中的一个东西 那么把它当成一个三维空间的东西以后 这个头它就变成了一个有体积的概念 虽然它的照片上面是你看不到的 但是你的脑海脑海里是必须要建立一个大概的一个思路 比如说我们这个头 你可以先画一个大概的球体 这是一个球体 然后它的它的头部整个头部的一个透视是大概是一个侧面的透视 但是一个侧面的一个氧视的感觉 对不对 可能有一点点氧 然后1分之1的感觉 因为它是一个侧面 所以一般来讲侧面的1分之1的耳朵就在这个位置 它可能被盖出了 所以然后你给它的这个 找到它的点 然后这个可能是鼻子的位置 这个可能是脖子 你找到了这个大概的一个关系以后 我这边并不是照着它在画 比如说我们把它的关系和这个空间的感觉 你要去找到 所以有了这个大概的一个球体的概念以后 你就发现原来这个帽子它并不是一个平面的东西 它是一个椭圆的一个球体 它盖着它带在这个人物的头上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球体 对不对 只不过下面我就不给它画出来了 因为它下面是绕到了那个物体的另外一边 它就不是在这边 它在那边 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就这个东西就是有的人可能应该没问题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会说有人不知道吧 这个不知道 这个太让我伤心了 这个是最最基础的东西 我觉得是 所以说然后你这一步有了以后 然后你就发现这个帽檐 它就是一个另外一个球体 我只不过是说 把这个人物把它放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口原体 然后这个就像一个半球体 就是类似于这个球 一个球 它给它切了一半 切了一半 切了一半 可以 那么这个东西它有一个转向 就是说 它是这样的 画清楚一点 不然你们是不是特别明白 能理解的 能理解的 这个应该能理解 它能这样去转 所以你的脑子里面 如果在打形的时候 是这样来思考的话 其实你在一开始就已经具备了一个三维的一个思考的一个概念 那么同时 你把它的这个头发也可以当成一个球体来理解 你看这个时候 它就变成了一个 你用咕咿咚的一个 我给它画的更集合体一点 而且就像好多的这个球体 给它相互的包裹 然后这个时候你其实并不是说一定要用那么直的直线 然后这个时候更多的是你在关注它的一个整体空间的一个状态 你看这里是个手臂 对不对 我们这个手臂到了这个肩膀线以后 它其实这个整个身体它是有一个透视的 然后这个地方有线过去 因为这一条线是它的脊柱线 这条线 有的衣服它可能中间会有这条线 但如果没有的话 你其实脑子里会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这个是它的一个脊柱线 然后这段距离跟这段距离 它是有一个透视缩短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是一个 这又是一个体积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 这个手臂是这样的一个趋势 到了这个地方 它又是一个这样的趋势 再到一个这样的趋势 所以它就像是一个体块的转折 它不像是一个针 它就像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它就像是这样的一个脊柱线 对不对 只不过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脊柱线 这样过去 然后这个因为是脊柱线 然后后面后背 后背它其实是有一个 往里进去的一个角度的 然后这里其实可以仔细观察的话 你自己会发现 因为我们的背部中间脊柱的这条线 它这条线是往里凹的 这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 所以它如果是脊柱线的话 因为这个角色 它的眼睛 它的脸比较平 因为它的光是比较平的 所以你要画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比较注意的是 它脖子下面的这条线 产生到脸上的这条过渡 就这个过渡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 我刚刚说的 它是一个球体 它是一个球体 对不对 它是一个像鸡蛋一样的 那么鸡蛋它的光 如果是这样打过来的话 我们按照理论来推的话 你看这个是明暗交接线 这个是它的投影 所以这个线是最底的线 所以这个地方是最深的 那么其他也是 那么你以这个方式来画这个速写的时候 这种方法 它是更好的能够去锻炼你自己 对一个物体的一个空间当中的一个思维能力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 完全不是说你要去画的跟它很像 也不是说你要去画的很美 你的目的是说 你把这个对象解析成一个 在一个空间当中的三维物体 然后去了解它这个三维物体是通过哪几个不同的几何体 结合在一起的 然后然后它们的光源从哪里来怎么样去影响它 就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方式 通过这个你可以其实是可以很好的锻炼你 你自己对你在观察一个物体的时候 在你的脑海当中形成一个非常有概念的一个三维空间的一个状态 这个是刚刚做的第二种 因为这是第一种 你可以看到这个第一种很多人都会打 很多人会打 然后都但是就算你打的对 你如果脑子里没有第二种的这个概念 你画出来的东西会比较平 所以这个中细就会说我觉得就是说会比较可惜 那么好这是第一种这是第二种 然后再推荐一下第三种 那第三种呢是属于偏比较比较个人的 就是说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为的是去传递一些感染力啊 有情绪的东西 就像你的你的目的已经说已经了解了前面那两个那两个方式啊 然后在那两个方式有了很多的训练以后 你可以慢慢的过渡到第三种这个方式 这个方式呢 它更多的讲讲讲讲讲究的是表现一个物体的生命力 就是说一个一个角色一个东西或者说是一个形体的细节度 或者说它是彰显的一个生命力 那这个这个方式呢 我我自己其实觉得就是说比较像比较很随意的速写 就这个速写你就随便就是拿一个拿一个铅笔啊 因为我这里是没有办法在铅笔和纸上演示 所以拿了一个类似于铅笔的这个这个这个笔 对就这个笔呢 你就可以随便的去去画这个就画的比较潦草没关系 然后发现没有就我会有意识的在一些地方卡位 然后你可以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 或者说是有结构的地方给它稍微的突出一下 你看这样的话 我一个一个脸的侧面其实就已经出来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可以这么快 就是说你看这个地方不是特别好 没关系 我们去擦掉 我刚画的上半部分画的有点太快 那这个方式它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说从细节入手 就是我们一开始就看的比较一些细的东西 这个细不是说它的头发有几根啊 皮肤上面有没有痘痘啊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细呢 是说我们讲究形体的准确性 这个鼻子到底在不在这里 这个嘴巴的形状到底是这样呢 还是张开一点点呢 还是说就是说 张开一点点 对不对 你看这两个它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对不对 到底哪一个是对的 这种就很重要 所以你如果是通过这个方式来画 是会锻炼你 在对观察一个物体 它的边缘的时候 它的微妙的形体的时候 有有更多的思考 就比如说如果它的脖子是一个男性的脖子 它这里肯定会有一个猴结 对不对 但是它是女性的 所以这个地方它就是直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个地方 如果你观察它再仔细一点 你发现这个地方会有一点点往下突 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往下突 所以说它这个线其实并不一定是这样的 它有一点点的往下的一个感觉 为什么呢 这个地方可能有一点点的 我不知道怎么说 可能是脂肪 但是应该不应该是脂肪 可能是一点点小小的因而肥这个概念 就是这个东西有一点点形体的变化 如果你以这种方式来画的话 你就会观察到这一点 然后 然后你再通过这个方式去给它画 刚刚我们说的 然后一些头发 有一些地方可以画的重一点 有一些地方可以画的轻一点 比如说你看 这个地方头发比较少 所以你就可以让它稍微虚一点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它很重 它的形体感比较强 你就可能需要画的重一点 然后这个在下笔的时候 尽量要找到这个正确的位置 错一点点没关系 就是我们只要不是错的太厉害 太厉害了 然后一般这个眼鼻子眼睛还有媒毛相对来说 其实是比较重要的一些位置 所以如果你可能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去找到他们的关系 就是这个东西还是比较重要的 好 就大概就是这么给他定量给 你看这样的话 我其实也是一种速写的方式 好 那个后来不错的那个temp我沾掉 好 这个也是一种 这个就是我说的另外一种 你们可以看到这种方式 就是相对于刚刚我们前面看的那两种 又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然后你也发现这个的话 它其实相对来讲 对你的要求会更高 你要有非常好的方法去把握它的形体 然后同时你的脑脑海里要有前面那两个概念 就是说大的比例大的结构线要有 只不过因为由于媒介的原因 它不像铅笔 它不像传统绘画 所以你在上明暗的时候 所以你在上明暗的时候你有时候这个图的这个素描 线稿啊 其实并不理想 过度并不舒服啊 这并没有像那个 我们的那个纸上画出来的那种感觉好 所以我不建议就是说你们如果说要上一个速写 那么用用素字绘画去画 速写今天还是用那个纸上去画 所以纸上的话我们可以看那个门财尔的那个速写 它的速写就是一个是带这样的方法 同时在这个的画的时候 其实已经就是说把一个角色 它的明暗都已经带上去了 它会直接就是说 它会把这个明暗直接给它涂上去 因为在那个上啊 在传统的一件当中 你还可以通过一些涂抹啊 还有一些这个 手擦擦你的那个方法 让这个素描变得混合一点啊 我知道有一些数字方法可以达到那个方式 但是我其实我的版本比较低啊 所以没有那个混合笔刷的工具 所以相对来说我我也就 不是特别了解那种方式 但是我知道已经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你如果想要兼顾 你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速写来画 如果你是说要上明暗 我建议你还是在纸上画 因为纸上相对来说会快很多 比这个也要方便修改 那么相对来讲 这种1啊 我把它放到 放到一个大速那边去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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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来说 所以说我们看到123呢 这三种方式你可以在以自己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水平来来来尝试啊 一般来讲可能很多人会处在一和二的这个这个阶段啊 因为因为很少有人可以马上就做到一笔就能勾出一个形来 这很难的啊 就需要大量的促写啊 如果说你已经到了第三个阶段 那我觉得前面两个阶段还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第二个阶段啊 空间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如果说你123都可以都会 那我觉得没问题 你可以在123的这个基础上开始上一些明暗 上一些这个素描关系 就是说光影的变化 同时可以有更高的追求 如果后面光影做的比较好的话 你也可以给它上一些虚实的处理 对 然后这个是我自己平时在画速写的时候 普遍会用的一些方法 那么每次画东西都会不一样 都会可能有时候会结合的去用这个方法 一张作品当中可能会用到同时这三种不同的方式 这个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管用的 有时候就是如果说你说 你要把一个对象画的很准 画的又准又有空间感 又又很美又很漂亮的话 我觉得这三个方法应该可以帮助你 通过你大量的速写练习提高你对物体 对观察物体的这个准确性 空间的理解以及这个形体的准确性 会有很大的帮助 好 这个视频虽然很简单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想要的 对不对 好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这个关注 然后留言给我 告诉我 希望下一期讲什么东西 每次我看到你们的留言 我都会认真地考虑我下一次要讲什么东西 也会考虑内容的这个复杂度 有的内容可能会不适合特别短期的讲解 他就是可能一个小时可能需要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才能讲得完 那一般来讲 我目前都是一些半小时2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小视频 所以希望这些小的视频是短小和精悍能够帮助你的 好 谢谢 好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